Hi 各位,我是Li 在这个视频 KSSM 国众一年级 举加了历史课的第7章 Panigatan Dhammadu India Dantina 印度与中国文明的进步将被讨论 在进入课文以前让我们先看看课文内容 这是第7章的课文内容,它有两个主题组成 第一个主题是 Dhammadu India 印度文明 在此主题我们将讨论印度文明如何从恒河谷开展 以及印度文明里的南陀王朝、孔雀王朝和极多王朝 如何扩张它的势力将会被讨论 第二个主题是中国文明 在此中华文明如何在秦朝与汉朝展开将被讨论 这是主题七Panigatan Dhammadu India Dantina 印度与中国文明的进步的概述 现在第一个主题 Dhammadu India 印度文明被讨论 当文明中心从印度河谷迁移到恒河谷时 印度文明的发展就自此而展开 以下是印度文明在恒河谷的发展过程 首先称作加纳帕达的小王国出现 这些小的王国加纳帕达合并为更大的王国称为 马哈加纳帕达列国 在当时有16个马哈加纳帕达列国形成 位于印度东北部有一个强大的马哈加纳帕达列国 它出现于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490年的时段 这就是格拉加马卡达摩羯陀王国 以下是格拉加马卡达摩羯陀王国强大的因素 格拉加马卡达摩羯陀王国位于战略位置的恒河谷 恒河谷是格拉加马卡达摩羯陀王国的天然防御河谷 通过权力抢夺,代替了摩羯陀王国 权力扩当的政策被推行直至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 现在印度文明的权力扩张被讨论 权力扩张是一个政府或国王所付出的努力 以扩大其在一个地区的影响力 或是为了控制另一个王国而做出的努力 在早期阶段权力扩张本以实质性的方式进行 但后来改为以强调福祉和和平 宗教性质的方式进行 有五个在印度文明权力扩张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国王制定的治国政策 第二个因素是决定国家开销能力的财政 第三个因素是决定参军人数的人力资源 第四个因素是决定防御能力与攻击能力的军事力量 第五个因素是决定国王统治政策的宗教性质的外交 这五个权力扩张的因素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详述 第一个影响印度文明的权力扩张的因素是治国政策 在此当国王实践权力扩张政策时 在权力扩张政策将以实质上的形式或者宗教上的形式进行 权力的扩张需要来自政府国库稳固的经费 第三个因素是能力资源 足够的人力资源可使得在势力扩张的同时 国家依然有能力在维持经济 第四个因素是强大的军队 强大的军队被需要以对敌人的攻击进行捍卫 统治者是否实行以物质形式或宗教形式的权力扩张 由宗教性质的外交影响 有四个证据可证明印度文明是世界上其中一个独特的文明 第一个证据是关于孔雀王朝时代的政治与军事制度的 考底利也的作品《正式论》 第二个证据是通过陆路和海路的贸易被进行 第三个证据是在极多王朝时期的金币使用 显示了王国的奢华 第四个证据是在阿湛陀石窟和阿拉伯拉的石化 展示了艺术在印度文明中被重视 现在在印度文明中的权力扩张形式被讨论